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人类花了几百万年爬成食物链的顶端 不是为了吃素 这话听起来挺酷 但此次武汉肺炎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吃 如今蝙蝠不能吃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 但专家提示 其实除了蝙蝠 还有两种常见的动物 咱们也千万不要吃 1.老鼠 不少地方都有吃老鼠的习惯 毕竟它是人类最常见的动物之一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老鼠其实是很多疾病的存储宿主或媒介 目前由老鼠带来的疾病已达57种之多 包括鼠疫 流行性出血热 钩端螺旋体 斑枕伤寒 脾性回归热等 其中鼠疫两个字曾令人闻风丧胆 从1347至1353年 一场被称为黑子病的鼠疫大瘟疫 席卷了整个欧洲 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 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专家表示 老鼠传播疾病有三个途径 鼠体外寄生虫叮咬人体 将病原体传染给人 鼠的活动或粪便污染了食物或水源 造成人类时候发病 老鼠直接咬人或病原体 通过外伤侵入而引起感染 人类在食用老鼠时 必然要接触到它 这无疑是有很大风险的 二 鳄鱼 别看鳄鱼长得凶 但对人类来说 捕杀它们也不是难事 鳄鱼皮制品 一直都是人类上流社会追逐的奢侈品 而鳄鱼肉在近些年 也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美味 有不少商家为了牟利称 吃鳄鱼肉能补脑去尸等 但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大家不要庆幸 鳄鱼生长在湖泊沼泽的摊地 或丘陵山间乱草棚毫中的潮湿地带 平日里以野鸭 野兔 青蛙 老鼠 鱼 螺等动物为食 人工饲养的环境也是模拟野生鳄鱼 在这样环境下生长的鳄鱼身上 是有大量的寄生虫的 其中最常见的是球虫 球虫是一种能在处禽肠道壁细胞内寄生的 属原微生物的寄生孢子虫 其繁殖极迅速 一旦进入人体 可引发腹泻等人体消化到各种疾病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 吃老鼠和鳄鱼肉的人不少 他们都没事 那就应该没问题 但有句话叫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适邪 每一次疾病的爆发 其实都是因为一些人的侥幸性力 不是吗